他還特別說好戲的水泥 我一定要好戲 然後這時候就有點反過 我就想說好啊 我就買你一個 我看你有多戲 我跟你講他真的沒騙人 他真的很戲 大家好我是蜜蜜 歡迎回到我的頻道 今天又是我們 彩妝師不能說的秘密了 我們今天再度又請到了 Yumi老師 我們今天影片主題呢 就是要跟大家分享 Yumi老師再度帶來的 寶雅的隱藏好物們 而且是很多人都不知道的喔 想要知道今天厲害的哪些好物呢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記得每週三都有新影片 還有追蹤Yumi老師啦 那我們今天影片開始吧 首先呢 我非常興奮 因為上次這支影片播出之後 回想非常的大 謝謝各位 今天也是適合新手的嘛 不但適合新手 還適合你可能沒有那麼多資金 但是又很想要幫自己畫美美的 然後可以去找這些東西 那第一樣我們要先推薦什麼呢 好 第一樣我們乾脆先從一般化妝順序來說好了 通常一定是妝前有一點重要嘛 對 那我目前呢是蠻喜歡這一個 它其實是很方便的噴霧 就是你看它的噴霧很細 這好細 它水好細 然後接著你可以大量的噴完後 你就稍微這樣拍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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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到覺得有點吸收 然後就趕快擦乳液 然後再擦防曬 後續就可以很快 而且因為我買的這個是積雪草的 它是專門就是那種 比較溫和的修復 然後跟保濕 重點是只有這一罐不稀奇 它有時候很長度的活動 所以當初買是買衣送衣 買衣送衣 這樣兩罐加起來我記得昨天結帳的時候 好像也不到八百 反正就是幾百塊而已 這是什麼風焦能量糖润嗎 對 我跟你講我也很喜歡這個 它這罐噴下去之後呢 它的皮膚會呈現一種 一點點微綿的感覺 但我跟你們說 在妝前噴這種有一點微綿感的 很好抓住那個底妝 不是他講什麼風焦能量感覺 他就是沒那麼單純 對 所以我承認如果今天我遇到敏感肌的客人 我絕對不會拿這一罐 我還是會相對拿這個安全積雪草 喔就積雪草是比較適合一般人 對對對對對 另外一樣呢 這是私心的私心 因為我一直都覺得這個品牌很神器 就他們家的東西便宜到我都覺得 真的嗎 但是你又覺得很感恩 因為想說在現在很多通膨的時候 居然還有這種價格 對 我先介紹我自己很驚豔的東西 是一個叫指甲有稀釋液 其實它沒什麼 但問題是因為我們 有時候我們化妝師或是一些女孩子家裡 不小心買太多指甲油 對 但你又不可能天天一直擦嘛 但是有時候你乾掉的時候 你又捨不得掉 因為像我這一罐就比較貴啊 這時候你只要擠它一兩滴 滴進去一下 然後就稍微給它這樣搖一搖 它就完全復活了 真的喔 所以我們有效 你們猜猜看這才多少錢 它可以用很久 它也沒那麼誇張 29 有欸 你後來指甲油便好適用 對啊 因為原本它很狗 狗到已經幾乎是不能 這個牌子都很便宜 它大部分都真的都不太貴 可是有些是便宜到我覺得驚豔 例如像這支筆 你再猜猜看這多少錢 59 25 啊 它其實就是那種拉線眉筆 可是它當然這個眉筆有個缺點 它比較適合我們這種專業人士用的什麼 因為我們可以把它削得很扁 像那個植村秀那一頭 對對對 然後因為它比植村秀軟很多 所以它很好拿來畫一根一根一根的眉毛 你想幫我畫這個眉頭就是用這個畫 對 因為如果是用植村秀那個太硬的話 它比較畫得出柔和的感覺 啊這個比較能畫那種毛流感 可是它真的就是 它很好上色 對它很好上色 然後它也不會太軟 它軟硬度剛剛好 可是如果真正的新手還是要稍微小心一點 但如果你是老手的話我覺得放心充 最後一個MACO的產品 是MACO的粉膚 它有一個很好的地方是 它故意做的是尖的 那當你要做一些細部 譬如說像我們眼頭要去壓粉的時候 或是髮定完要壓粉的時候 你就把它對折一下 就有那個尖尖的角了 對它就可以壓到非常細 而且它的毛也是軟軟的 然後它也是偏長毛 所以它可以很好地抓住那個蜜粉的量 那我們再來一個 通常化妝一定有個東西最重要 叫底妝吧 底妝 那底妝其實除了粉底的產品很重要之外 我覺得一個很重要 我不能沒有的東西叫 海綿 包牙裡面我自己找到兩款我很喜歡的 而且兩款的價錢是一模一樣的 這樣子兩個 或者是這樣子一整包 都是55塊錢 因為它之前出的三角形的是黃色的 然後它出粉紅色的是方形的 我沒那麼愛用 我比較喜歡用三角形的 三角形的 然後我那時候一看到它出粉紅色 我立刻沒有買 但是它顏色很高級 是漂亮的顏色欸 超可愛的 它這顏色很高級喔 可是大家 因為我上次遇過有人私訊我說 他覺得不好用 然後我有問他原因 我們後來一來一回之後才發現 它沒有泡水 所以一款可以的話 我請大家一定要泡水 我們給它見證一下 它真的沒騙人 這是正面 然後這是側面 我跟你講它沒泡水之前 它是很像那種很紮實的那種 乳酪蛋糕 然後它泡水都變海綿蛋糕了 對 所以我可以理解為什麼之前有人說 不好用 因為可能我上一篇忘了講說 就是你們一定要泡過水 泡過水之後它就是天堂 然後第二個的話呢 也是這種也是海綿 然後它也是建議泡水 你看它泡完水的大小也是很不一樣 這個是可以上氣墊是不是 對對對 可是我會選擇這個形式 因為它前面也是尖的 就是你可以這樣子對折以後 一樣去做細部 這樣捏捏捏捏捏捏捏 對那如果你今天要畫比較大面積 你就反過來用胖胖的地方 拍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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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 而且給大家 都是55塊的海綿喔 就是你丟了也不心疼 接下來我們要講的是刷具系列 欸刷具真的很重要喔 以前啊我最早的時候 開始學化妝的時候 是欸現在還好幾十年 然後那時候我在專櫃上班嘛 我直接買他們一整套刷具 兩三萬塊 對那個絕對是過萬 對以前的專櫃刷具都超級貴 因為以前早期的人工毛很粗糙 你就只能被逼著用動物毛 因為動物毛就真的很細緻 可是這幾年的人工毛 真的越來越強欸 越來越晚喔 像你看像這個是1028 銀橋老師的那個便利 我有這一支 我們用這個 我們的用法是這樣 比如說這裡面沾滿了蜜粉 建議其實是先拍 然後你再輕輕的刷掉 但如果你的底部太紮實的時候 你可能在戳的當下別人就會痛 然後你刷掉的當下可能不小心力道沒拿捏好 你又不小心把粉底刮掉 所以其實最好要選這種底部你這樣一捏 就是一捏就很鬆的 這種是最好的 因為Tuma開架都是可以打開 讓你去摸摸看採取 因為它很多都會附試用品 所以大家就可以摸看看 這個地方有沒有鬆鬆的感覺 好然後接著第二個呢 是一個日系的 欸我忘了什麼日系 沒關係 它的名字叫Eye Makeup 然後它是一個圓圓點點的刷子 那這種的話當然一般新手 我就覺得沒關係你就放棄 可是如果今天是你像老師這樣 或是你已經畫了好一陣子 想要更精進 我很喜歡用它來做一件事 這是那個修容液 對 我就直接這樣沾 沾完之後喔 然後再來去做這個下河線的部分 然後一樣就是做到後面 那因為它比較紮實一點點 對 可是呢它的那個紮實 也不會到讓被畫的人覺得說 喔好不舒服喔 而且重點是 這樣子很適合那個液態的腮紅 或是液態的修容 都可以用這個 對 它的現在那個下河線 就會非常之明顯 整個人的下巴都出來 而且因為它的那個 我覺得是它剛好這個點點做得夠小 但又不會真的小到是扁扁的 所以它拿來做這種 旁邊的修容超方便 接下來呢這支我也覺得很喜歡它的外貌 這支的話其實它是腮紅刷 可是呢 我自己不喜歡拿它用粉狀的 除非今天我如果要畫歐美妝 我才會拿它來刷粉狀 因為這種紮實的刷歐美妝 那個顯色度就很精彩 但是呢我喜歡拿來做一件事 來一樣 腮紅膏 喔喔喔喔喔 這也是唇彩對不對 沒有 它其實主要是 腮紅 然後才會按壓在那個 我想要畫的位置 那這種用法 可以讓你們的妝看起來非常醇 就從裡面透出來那種腮紅的感覺 對 尤其是你當你在打完蜜粉後 它就很像是你原生的媽生好皮這樣 你現在是只有一邊有腮紅嗎 另外一邊有 對今天一邊有 那我幫你加一下 這適合用蜜狀的 對這個的話 我目前比較常識拿來用蜜狀 但是如果當我畫歐美妝的時候 我就會把它清乾淨 然後拿來刮粉狀的 然後它就顯色度會非常高 所以底部硬的就會畫起來 那個妝會比較紮實 然後如果底部鬆鬆 它就會感覺是 整個比較鬆軟的狀態 沒錯 而且如果假設你今天是一個 下手很重的人 那我覺得你其實不用買這隻 但是如果你今天是 像我們這樣 手比較輕的人 建議是可以買一隻 對 因為它其實要當修容也行 或是當腮紅帥也行 只是說我自己喜歡用它來當修容 因為修容的時候不要太重 對對對 就是說有點比較輕盈的感覺 但是這個是比較顯色 沒錯 所以大家可以選擇一下 重點是都不貴 都是我記得一兩百塊的價錢 那接著呢 最後一個是唇刷 你看一下 你不覺得它的比很高級嗎 對啊 也是幾百塊 它其實是眼影刷 但我不喜歡拿它當眼影刷 你自己摸摸看 它的毛質比較適合當唇刷 對它比較QQ的感覺 因為當眼影刷的話 這種的話可能很容易會產生塊狀 但它拿來擦唇 它可以勾得很漂亮 因為它做得很紮實 而且它做的是豐厚的毛 所以它可以抓很多唇膏在上面 然後就可以好好的去叼你的唇 所以你不覺得質感好 摸起來手感都超好 對 它整支燒子感覺很貴 而且它超貼心 它還故意做兩個凹槽 讓你比較好捏著它 那你拿的時候這個位子超棒 接下來呢 我跟你講這個最近真的太紅了 大家是不是都會拿那個刮棒 然後刮在臉上 對 我敢說它真的是PICASSO的平體 然後呢 它的價格也非常的漂亮 我記得不到200還是不到100 我覺得沒問題 我覺得我個人因為上網去買了兩個韓國的刮棒 我知道你買了真的PICASSO最有名的那個牌子 因為我買兩個形狀 哦 對對對 然後我覺得其實沒有很好用 沒有它呢 還要順著你的臉型去刮 對人家刮完那種 所以不瞞各位說 我覺得這比較適合老手用 它其實沒那麼適合真正的新手 用手就好了呀 沒錯 其實是 但是它有個好處是什麼 它不是讓你用這樣一面 它是叫你用這樣尖尖的 對 然後你只用尖尖沾到的那個去刮 所以通常粉真的會蠻少的 很多 對 所以如果你是喜歡歐美妝的 你會覺得這五感 可是如果你是喜歡那種輕薄妝的 其實它真的還蠻不錯的 我是以那個做蛋糕的那個經驗講 就是我們這樣子切了之後 雖然就是薄薄一些 就是如果像你這個地方兩側的地方 是有毛孔的人的話 你這樣子塗過去的時候 你毛孔就平了 對 然後你在拍打之後 你整個那個毛孔就會修飾得非常非常好 沒錯 所以它其實也有這樣的優點 再來一個呢 是我最近自己很愛的 嗯 它的名字取得好可愛 我來看一下 哇賽 好戲 眼線一筆系列 然後還特別說 好戲的水泥混 一定要好戲 然後這時候就有點反骨 我就心裡想好啊 我就買你一個 我看你有多細 我跟你講它真的沒騙人 它真的很細 可是這個的話呢 有一些人會拿它來畫下睫毛 我自己覺得有點搞笑 對 你個人無法接受我畫下睫毛嗎 對 我覺得用眼線一筆畫實在太搞笑了 因為其實 欸它畫起來很自然欸 對 其實跑完美期還可以 可是你說走在路上真的太搞笑了 那它也畫眉頭可以對不對 我就是拿它來畫毛流 喔 它拿來畫毛流真的超棒的 因為它比一般的眼線一筆都還要細 所以它絕對很好去勾一根一根的毛流 一定要讓它感覺是像自己原生的嘛 所以我就會拿這個去這樣子一個一個一個這樣畫 然後我也很喜歡拿這個深灰色來畫一個地方 就是下睫毛的真正根部 但我們不是畫一條 對 是用戳的 因為我們有時候要畫那種真的很唇裕的彩妝的時候 你如果上下都太明顯 其實真的很沒有那個唇感 乾脆我們就是用一些那種比較橄欖綠 或是這種灰灰的去帶那個睫毛根部的話 就很像好像你沒畫什麼妝 可是你也不會到無省 我像一個省度這樣子 對 好那我們在下一個 大家一個彩妝結束的最後的關鍵一定是口紅嘛 它是第一熱巴代言的 喔 有點透透的耶 對 而且我跟你講它是插在嘴巴上後會紅紅的 但是你不會覺得有點像那種小妹妹 我們現在要示範剛剛這隻 Yumia是說很美的唇彩 對 因為我知道有些人畫唇彩的時候很怕那種綿綿 或是嘴巴上面有東西的感覺 但這一款我看起來這樣上起來好透喔 真的 你看 又又又 而且我跟你講因為我自己已經用過它好幾次 它的保濕度真的很久 但是我承認我就是比較喜歡這個顏色 跟另外一個叫做蜜桃奶茶 但我那個顏色忘了帶來 所以我就今天只帶這個什麼 金凍蘋果 你知道有些那種太韓系的孔 它擦起來真的太小妹妹 對對對 或者是那種很桃紅或是很螢光色 不知道為什麼它們會出那種顏色 對 因為可能它們皮膚夠白 但因為老師我其實是黑皮 我跟崔冰其實 我們現場喔 我們的顏色擦了四個度 可是這一個呢 那時候我經驗就是我一擦上去 我在現場就試用的時候 就覺得我直接擺兩度 有 你在整個變亮 對 所以我就覺得我一定要賣 它也很便宜 我記得才三百多 推薦給黑皮的人的這一支評價 隨便閉眼衝 最後一樣 我們來到今天的高潮 高潮 我跟你講這個真的是 在好多群組裡面大 因為平常老師 我是不會用洗臉精用臉的人 因為我其實是敏感肌 然後它是用溫水就好 可是當然我眼唇的部分呢 已經有眼唇卸妝衣先弄掉了 所以這個的話 我就是針對底妝這樣去弄 很神奇 它真的很柔軟 而且我那時候擦完後呢 它上面當然就髒髒對不對 後來我就當然就立刻洗掉 立刻洗掉也洗得很乾淨 這都沒關係 我那時候心裡想 你這邊黃黃髒髒髒的 那說不定我的臉是黃黃髒髒的 搞不好 就是等下我用化妝棉這樣擦一擦 還是很髒 結果我用化妝棉一擦 超乾淨 結果它真的有讓我驚豔 難怪它會在社團 就是大家那麼愛它 對對對 那個濃妝也可以卸嗎 眼妝不行 就是它不能卸那種睫毛膠水 或者是睫毛膏那個比較不行 可是如果你說今天吃眼影 眉粉然後底妝的這種粉狀的都OK 那口紅可能不太行 那眼唇會建議還是用眼唇分開的線這樣 對 可是呢這個東西當然有個東西要注意 除了你用清潔劑洗之外 請你一定要就是掛在通風的地方 因為你看它很貼心 它還幫你弄個小勾勾 所以你要把它掛在那種通風的地方 要不然還是會發霉 因為畢竟它就是毛巾啊 發霉它又甚至跟你馬桶那樣髒 對 所以你要把它弄乾淨 那我們今天分享非常多的好物 那我最後要講一下 我今天被生活的哪一樣好物 第一個好物是這一支刷子 我剛剛一直覺得這支刷子的那個毛毛 我很喜歡 而且我之前剛好有看到 就是他們有在推薦一個腮紅刷 是像這樣的毛毛 是可以好像可以 就打那種比較可愛的腮紅 喔可以可以 它也可以 只是我自己習慣用它來當那個修容的 修容容也可以 第二個好物我被生活 我想要跑去買的呢 這個我會想去買欸 因為這個我之前就是買了那個韓國那個 我發現韓國那個好厚喔 它這個比較薄 對然後這個重點是它這個尖尖這樣子 然後這樣好像很好用 對 因為我一直想要試看看 我可不可以把這個薄薄的這種妝化好 喔那好 對所以我也想要練習 對而且這個價格真的 放心衝相信我 這是我今天想要買的好物 今天的影片大家被生活哪樣好物呢 歡迎留言在底下 讓我們知道啦 如果喜歡Yumi老師的 我們下次可以那個什麼 無印 喔無印系列是不是 不是你好像很厲害對不對 無印有一些東西OK 好囉 那大家就歡迎在底下敲網 Yumi老師再上我們的節目囉 記得美中山都有新影片 我是崔咪 我是Yumi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掰掰